手有三角 穷不过五 注定是有钱人的手相 一、手掌的纹路相互交错 构成大的四方形或三角形称位财库 代表财富 会有不错的财运 会赚取很多钱财 很容易大富大贵 二、手相中来看 你又是非常重感情的一个人 但是在感情线的问题上有一些细微的纵横 可能对感情上会有一些坎坷的 手相中有贵人纹 命中 会有贵人相助 三、未来事业运不错 还有一定的官运 财运上也非常好 也不会出现一定的漏财破财 消费很理性 情感当心自己身边出现侵害婚姻的烂桃花 婚后的整体运势好过婚前 巨富之人都有哪些手相特征 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钱财是必不可少的 大部分人会觉得钱财越多越好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钱人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成为有钱人的命格 从手相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富如何 下面就让我们从手相的角度分析一下 哪些人有成为巨富的可能 一、手上有豪宅文 豪宅文位于无名指的下方 在感情线的上方 又称金房子 由此文者 必发亿万之财 多路进财 易跨行业经营 经营集团公司等 二、手上有新闻 在小指下方的水星秋处出现新闻 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 很财可的 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 可享子女之福 如果在太阳秋或木星秋出现新闻 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 心想事成 太阳秋的新闻若连线了婚姻线 将可因婚姻而攀龙赴凤 飞上枝头做凤凰 若是连线了太阳线 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名大造 只是 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 有时会消失 你能否把握住 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 三、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 在无名指下方指冲无名指的竖线 为财运线 若财运线深得比较粗且明朗清晰 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 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 而且越动越旺 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 如果是从商求财 必定是财如流水 连绵不断 此外 有此文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 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 四、手掌中多财库 若手中多财库的人 则亦大富大贵从像数学的角度分析 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 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者 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 借位财库 表示着财富 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 是容易大富大贵的首相 五、水星秋红润隆起 水星秋味在小指下方 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 如果水星秋红润且有隆起的话 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 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 此外 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 应变能力也很强 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 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 六、田宅宫饱满 在首相中 田宅宫是指大木指下端对应的部位 西方首相学称其为金星秋 从八卦类像来说 又为更宫 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组业、房子、田产、物业等等 如果田宅工厂的非常饱满 有肉 肥厚、吐起 甚至吐出一块肉 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 代表其人的家庭运好 容易早置业 住大房子 七、财博宫吐起 首相学中 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为财博宫 西方首相学称其为 穆星秋 从八卦类像来说 又为迅宫 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 主要看此部位 假如财博宫生的土起 饱满、多肉、鸿润的话 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 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 会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 并因此而获取巨大的财富 八、太阳线清晰伸长 太阳线又叫成弓线 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 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 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 能不能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 很多时候 它也起很大的作用 假如太阳线深的清晰伸长的话 代表其人非常幸运 常常有贵人相助 不用付出太多努力 即可拥有很多财富 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 到达月秋或生命线的话 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